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效的去参加你的备考 那么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写作的writing task 2 那么因为咱们这边有同学是还没有考过 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真题 如何在40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题 这就是你要在雅思写作writing task 2里面所要完成的项目 题目是这样的 叫multicultural society 就是讲这个多元文化呀 比方说悉尼就属于一个多元文化的都市嘛 然后有些人认为呢 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 对它产生了正面影响 有些呢 认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最后让你写什么呢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让你写这样一篇文章 很多人呢备考完他就想 我反正就备考了 我就这样写了 拿到题目想到哪写到哪 我同意不同意 大概想想同意 然后就开始写 为什么同意呢 也都是想到哪边写到哪边 但是这样子就是你写出来了一篇 你认为可以交上去的文章 那具体能拿几分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大部分人还是要七分吧 七分呢 对于整个的英语水平来讲 是一个还不错的文章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你有哪些写作困扰 你到底是哪些问题 挡住了你 拿不到你想要的分数 那我们随机先问一下 从我认识的图片开始问吧 你认为你现在写作有哪些困扰啊 论点论句 论点论句找不到 不知道怎么往下拓展展开 你呢 你呢 有很多时间 就是那个词线的名词 形容词 副词 转换的时候 有很多那种 词会的问题 那这边再从后面开始问 后面这边刚进来的同学 你认为你自己的写作困扰有什么 40分钟之内写一篇 准确的词 找不到的 基本上你看 大家说用词 对吧 思路展不开 用语 那么这些说明你大部分 还是有一些准备的吧 准备了很久的吧 然后就基本上 你可以这么想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准备 很多人第一个问题是 时间不够 对吧 接下来就是考场 凌场荒乱 你没有思路展不开 就刚才说的 然后还有什么 写了复杂就经常出错的 然后论述太空泛 逻辑性不强的 然后比方说用诅 用语过于简单的 那么 就是针对于这些问题呢 其实针对咱们的这个 我呢 是负责从咱们五分班到七分班 大作文到小作文 平常有时候还客串一下 就记得多老实 对吧 就是说在我的任何一个班里面 我会帮你通过四个方向 去解决这些问题 哪四个方向呢 就是说我会给你一个你自己的模板 每一个人的模板是不一样的 而不是说同样 大家第一句话都写 什么 what is a development of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写 some people认为 另外一些people认为 这不是一个模板 而是一个模 就是它是给了你一篇文章 而你在填词 那真正模板应该是什么的 什么样的 我们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平均标准来跟你一起分析一下 然后呢 我也会告诉你真正的备考 我认为有效的备考是什么样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评分标准 免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task response 第二部分叫coherence and cohesion 第三部分叫lexical resources 第四个部分叫grammatical range and appearance 这四个部分呢 其实刚好就对应了大家所有的困扰 你只要能解决这四个部分 你自然的分数就会上去 那么第一个部分叫task respons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 你整个文章写完了以后 对人家问题的回馈够不够 ok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讲你整个文章的流畅度和这个逻辑性 第三个部分就是词汇 第四个部分说白了就是句型 那么既然大家要的基本上都取决六分到七分之间嘛 那我们就统一都以七分为目标 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文章叫好 那么你的文章呢 跟七分好文章差在哪里 对 所以我们会着重的再研究一下这四个方向 那么再细节分一下 你会看前两个部分再说 文章的整体应该怎么写吧 就是整个文章的架构要怎么搭建呢 然后你的文章怎么样保证你有逻辑性啊 然后后面两个部分呢 就是说你的词汇 词汇到底要用什么样子才算好 对吧 等一下一个一个跟你分析 分析完了 其实如果你有心呢 你自己回去找一找那些材料补充进去 就是你的一篇文章吧 首先我带你来看一下整体怎么搭建 好 先从这个task response来看 首先呢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你看这个第一个块里面和上面这个块里面的差别在于哪个地方 一分钟的时间 普通作文和好作文的差别 你认为在于哪里呢 挑出来一个词吧 是不是叫Fully covered 什么叫Fully covered 就是说不管是六分也好 七分也好 你这个作文首先你要满足于人家的整个就是要求 人家要求你答什么你得答什么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边不允许你要Fully covered才是好作文 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写作文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他呢不是想到哪写到哪吗 会写就比方说刚才那个multicultural society 他就说这个有哪些好处 他就会说你看生活上带来了好处 因为这个对我们生活近嘛 他就开始举例子对吧 他就说你看吃的 我们一下楼想吃日菜 吃日本菜对吧 吃韩国菜就可以 泰国菜了 意大利菜什么都可以写了一大堆 然后接下来 那你说我不能只有一个观点来支持啊 他又写了另外一个观点说你看还带促进了经济繁荣 为什么呢大家人来的多了往来多然后繁荣就经济了 经济就繁荣了就完了 第一个方向写了很大 第二个小点里面写了一点点 这就基本上属于你想到哪写到哪办 这就属于Fully covered 是你犯的第一个错误有可能 然后坚持再往下来看第二行 要什么呢 Present a relevant position 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是好作文必须clear 如何clear啊 你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求你写一条一条是分明的 你的论述要是合理的 这才是clear吧 如何做得到 不是说我做到考场那边想写什么写什么就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需要你提前要准备好 接着再往下来看第三个差别 这边这三个单词你认识吗 如何做到clear 他用这三个单词教了你一个方法吧 第一个叫present 对吧 第二个叫extend 第三个词叫support 如果你能做到这三点就能做到clear 那我问你present什么意思啊 叫陈述吧 好现在问你的问题 用什么东西来陈述啊 陈述的是什么 陈述的是论点吧 所以你的文章中必须要陈述论点 第二个再往下extend 什么意思啊 叫拓展 拿什么来拓展啊 论据吧 什么叫论据 是不是就是理由 所以你的文章到底有没有在阐述理由 拿什么东西阐述理由 用因为 所以这种东西 你的文章原来有吗 然后再往下来看 support 是支持吧 拿什么东西来支持啊 例子吧 所以你回忆一下 你的文章中必须包含这三个要素是什么 首先你要有观点 其次呢 你要有理由去extend 第三 你要有例子去支持 你的文章中有没有 如果没有 你凭什么拿七分呢 七分明确要求你必须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好这是关于task response的总结 那接着再往下 你会看到 其实你自己就能回答出来这个问题吧 你必须要有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怎么样串到你的文章里 不是明昌的发挥 OK 接着再往下来看coherence and coherent 还有哪些要求 这两个看完了 你自然而然知道文章要写成什么样子 好 首先来看六分和七分第一个差别 找出来一个词在于 六分七分第一个差别的词在于哪一个呀 logically 这是不是要有逻辑 怎么样保证你有逻辑呢 你现在要思考一个点 是两点 其一叫你的思路必须要有逻辑 你阅读的老师 经常因为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同学给你一本书 对吧 说这本书考好了 然后你看着看着睡着了 对吧 这就有两个点 就是说明你没有带着问题去思考 当然第二点有可能是因为你在睡前看 躺在床上看看上去睡着了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你看一个东西 是要带着问题去思考 才能看得下去 那么同样啊 你写东西的时候 你也要带着问题去思考 才能保证你有逻辑 那如何带着你的问题去思考呢 等一下也用这十字句的话的方法 消灭 然后再往下 要求你用 Cohesive Devices 是什么意思啊 需要有连接词嘛 就是第一点要有逻辑 是思想上的逻辑 第二点要有逻辑是什么呢 是你的逻辑连接词 要把你的文章串起来 你的文章有没有写一句算一句 中国人说话版是有点就是意和 但是老外说话呢是行和 比方说什么呢 举个例子 就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句话呢没有逻辑连接词 但是如果是老外呢 他会这样写 如果人不犯我 那么我不犯人 所以如果你的文章是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那完了 你的文章中是没有这种逻辑连接词的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人不犯我不犯人 人又犯我 忍让三分对吧 这是你的思路 那么你缺少的是什么呢 缺少的是这种逻辑连接词 在你的文章中必须要有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写 可以怎么样 under或者overuse 对吧 什么叫underuse 什么叫overuse 就是说用的太多 或者用的太少 都没关系 都给你7分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到底是用的太多 还是用的太少 如果你挑一个 肯定是要多用一点 对不对 多用一点不犯错嘛 还显得你文章有逻辑嘛 对吧 然后再往下有一点 每一段看清楚都要有一个什么 要一个central topic吧 就是意味着中心剧 是不是就等于呼应了那个present present陈述你的观点吧 但是各位每一段都要有 不是说我这一段写来就完了 然后我这一段就没有中心剧 这样是不可以的 ok 看了这三 就知道了整个对整体的要求以后 你就可以写文章了 接下来呢 这十几分钟里面 我分享一个写方 写文章的一个方法 你会发现 你去看考官的文章 写三段 写四段 写五段都有 对不对 那随你的便 但是呢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去 首先就是禁锢住你的思路 你先学会了这种 禁锢你的思路的方法 然后再去自己去 在我的这个进步的方法里 以外去跳舞 ok 所以先给你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先回来看一下这道题 还记得这道题讲没有吗 讲的是不是multicultural society啊 然后就是说到底好还是不好 就以悉尼为例 对吧 好还是不好 看完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这篇作文 首先要求你想出两个正方观点 想出一个反方观点 那我们就问一下吧 你同意好还是不好 来 你从这边开始问吧 你支持这个multicultural society好还是不好 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问 你支持好吗 没有 你也可以支持好吗 就没关系 我们顺着他说吧 那好 我接下来就开始想理由 要求你们两位 一人想一个正方的支持他好的观点 要求第三位 我们就想一个不好的观点 ok 这个很多人说我想出来 我要想出来 还用来听你课吗 好 这边 我再给你一个更简化的方法 这边呢 你记一下 怎么样想这个思路 这是第一步 拿到文章以后 是不是刚才拿到你的题目 第一步是先把你的文章 题目看了吧 再讲什么吧 然后知道了这个 就是讲了这个topic以后 你要做一件事 你支持哪一方 你支持的那一方 你支持的那一方 你称作正方 你不支持的那一方称作反方 ok 你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接下来要想 两个正向的观点 那么你说我想出来两个 我怎么想随便想嘛 那这就不符合我要求给你套在我的逻辑里面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我给你这样一方法 其一你可以怎么想 你从经济和文化上面想 就是把它分成两个方向 你好想了吧 这个写经济 这个写文化 这样你会想了吧 实在不行 你可以怎么办呢 就是你可以写 这个写个人 这个写集体 这是两种思考方式 你懂吗 一个就是我就 这个topic 我不知道怎么写 怎么展开 我没有思路 我就用两个方向去走 一个写经济 一个写文化 能写出两段吗 我就一个写个人 一个写社会 就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 对我社会有什么好处 这样是不是已经涵盖了 等于是涵盖了你所有的方向 那当然个人和社会已经全部涵盖了 你也可以写经济文化 政治对吧 什么其他的艺术教育 你都可以写对不对 你把它分成块去思考 好那假设吧 我们这边就写经济和文化 好那第二个 你认为它对经济有什么好处啊 说一个理由嘛 就是它对经济带来哪些 可以啊 说文化也可以 就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OK 好那你这样一下 说什么 还有什么呢 好处 我说经济啊 说经济嘛 超多市场大 然后有很多机会可以做生意的 好就是机会有很多就对 我们现在就用这两个思路往里面套 OK 第一个叫促进经济发展 对吧 然后第二个叫丰富文化生活 然后再往下有什么反向 就是它有什么坏处啊 它虽然有好处 就是它们问to what extent do you grow or disagree 那你肯定还要有 disagree 方向对吧 那你认为有什么坏处呢 就是multi culture society 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坏处啊 有种族的冲突对不对 容易发生冲突好 到此为止 你所有的这个思路就都已经清晰了 就是你的观点已经全部都有了 就是你在考场上要做的第二步 第一步是干嘛 把文章的一个题目读了 看一下到底在讲什么 第二步正方观点反方观点 马上分出来 正方观点把它分成两个 经济和政治也可以 什么个人和社会也可以 然后教育和文化也可以随便你分 想出来两个 然后反方观点选成一个 然后就可以开始写作文了 作文我要求你 如果你现在还不会写 没有自己的模板 你统一写成五段 为什么呢 因为简单 怎么写呢 五段只用写十四句话 应该是写十五句话吧 一句一段写三句话 十五句话吧 但是这个最后一段吧 稍微少写一点 怕你时间不够 对吧 最后一段稍微少 减少一句话 那么首先开头都一样 写的都是 对吧 第一介绍背景 就是这个 首先都要介绍背景 什么叫介绍背景呢 从现在开始就正式开始写了 这个所谓的背景很简单 第一句话写什么 就写我们这道题 到底在讨论的是哪一个范畴类的话题 是在讨论教育类的话题 社会类的话题 文化类的 还是什么政府类的 还是环境类的 科技类的 在讨论什么 你就把这个背景写上去 你可以写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 但是这样我觉得有点low 可以怎么写呢 比如说 尽管大家喋喋不休的 都在讨论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对吧 或者说尽管这个什么什么 引起了热议 对吧 可以先就说 尽管大家这个种族 种族的大融合 或者什么这个世界的融合 引起了热议 然后呢 但是呢 这还是成为了大势所趋 对吧 这是一个背景 然后接着往下呢 说这个话题 OK 这讲了一件什么事 对吧 因为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雅思多文 它都会有两方观点 对吧 一方认为 另外一方认为 那么你就把这个观点套进去 你说然而呢 虽然 大家对这个方向有议论 对吧 有一些人认为怎么好 另外一些人认为不好 这是第二句 第一句引入背景吧 串起来给你看 第一句引入背景说 这个 这么多年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民族融合 成为了大势所趋 第二句 有一些认为 它带了哪些哪些危害 有一些认为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 第三句说你的观点 你说 我的观点是呢 尽管 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但是呢 它的观点是 我们这个multicultural society 还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吧 所以第一段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写完了 对吧 现在呢 我只负责给你串一个框架 然后之后呢 你再往下看 还会有词汇和句型的方式 再告诉你怎么写 第一段写完了 最后一段也是非常简单的吧 都是 你就统一套你自己的方法嘛 对不对 最后一句永远都是in conclusion 这是你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 对吧 in conclusion 不用听了 好 然后再往下 是不是写一个升华 中间你是不是讨论了两三段 然后你写一个升华 怎么写呢 你就可以写啊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怎么怎么样 对吧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只有这样做 社会才能怎么样 这是一个点 你先这样记下来 等一下 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最后就要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符合了一个加分的句式 OK 这两句写完了 好 接下来各位 你还记不记得一件事情 你的文章必须有extend和support 也就是说extend是必须要写你的理由 对不对 support是必须要写你的例子 那么很简单啊 你现在就把它设计好 这一段全部都开始现在论述理由 那么这一段我就全部用来说例子 怎么样写呢 你还记得刚才你的观点吗 第一段是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段是说什么呢 这个说你的例子吧 然后好 上面那一段用来说理由 那我们就试着来写一下 刚才它的理由 第一句话要求写你的topic sentence 你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说你要怎么样写呢 你说从什么什么角度来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OK 把这个直接拉进去 然后就可以写东西 首先要求你写两个topic sentence 对吧 这个topic sentence怎么说呢 这两段本来就是被你分开的 对吧 你可以说怎么开头 从哪个哪个方面来说 这个你也可以说从什么什么方面来说 这个词呢 叫做 这是从什么什么方面来说 是不是把你这个也开始都串到一起了 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可以写 从个人来说 从社会来说 对吧 甚至你可以写从经济来说 从文化来说 就把这两个串起来 然后说从经济来说 他带来了经济繁荣 这是不是第一句话写完了 接下来怎么样去论述你的理由呢 怎么样保证这个地方是理由呢 请你在写完第一句话以后 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一个 为什么 这就是我就是帮助你去就是 规范你的思路的一个方式 你默默地在心里问自己一个 为什么 然后你自然 会用一句完整的话去回答你自己吧 这样你的文章自然就是有逻辑的吧 好这边我说 从经济方面来说呢 多种国的文化能够带来 这个经济上的促进经济上的发展 好这边我要求这位同学 你用完整的话回答我 为什么 什么叫完整的话 你必须从因为开始说 你必须从因为开始说 Due to many investment overseas the local Australian economic economy could gain benefits from these investments such as the restaurants, the restaurants, the tourists, 好你会发现它就从Due to开始讲 对不对 这边呢 它就会可以用这个Due to啦 because啦 什么什么 它完整的跟你说 它说哎好 现在呢 为什么经济就发展了呢 因为随着这个民族的融合 对吧 我们有很多的海外投资啊 然后外资引进啊 对吧 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benefit 好 这一句是不是写完了 很完整吧 而且不是说我就是随便停空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而是完完整整的回答了我这个why吧 但是我这边要说一句啊 很多时候同学们 这一节课下来给我教的东西是这样说的 这边说完了自己的topic sentence 然后下一句跟的是why is that 这基本上就是没搞清楚我的意思吧 你就在心里默默的问自己一句就行了 OK 然后你就会回答Due to什么什么 because of什么什么 对吧 好 这些 你就都有吧 知道了这些写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你说了因为 接下来是不是要总结 总结请问你有哪个词总结开头 这个conclusion是在这儿啊 in conclusion 这种呢属于是大型的总结的词汇 就是整篇文章有正有反 我用来总结叫in conclusion 如果只有正没有反呢 那个总结叫in summary 所以这边这个小节就是因为嘛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要写因词啊 therefore或者是so 或者是this 是不是或者是hence 都可以吧 强调讲啊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hence 那么你上面讲的一定是一件偏学术的事情 你如果讲的是你生活类的事情 hence就算了 像他讲的比较偏学术 还牵扯到海外投资 外资已尽 对吧 这就可以用hence 其他的这几个呢 随便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第二段很 就是很简洁很明了 用来说理由就结束了 ok 然后再往下第三段用来说例子 那我们接着往下版 我们第二排同学来讲一下说例子 还记得刚刚他说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吗 他说这个multicultural society 可以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那这边我让你问自己的why 这边我就问你能不能给我举一个例子呀 从一个例子开始说 他刚才开头是用哪个词啊 用的是due to 那我让你举例子 你开头应该用 哦 因为 举例子呀 哦 举例子 哦 对啊 对啊 如果会有很多multicultural activities in your local area which will enrich our casual life 好 能再具体吗 such as 同桌呢 有哪些啊 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国家,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节目,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节目,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节目。 但是呢,就让人一看就是,嗯,也不是用英文在思考,因为咱们中国人普遍是look a bigger picture,懂吗?我们永远是看的是更大的局势,我们放眼未来,但是呢,这边既然是举例子,要小,要细,细到什么程度?细到,比方说,你可以说,比方说悉尼每,在什么什么地方,Darling Harbor,对吧?每一周都有那种什么什么festival,对吧? 哎,什么,我记得前,前一段时间不是什么托尔西节,然后这段时间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了,因为课太多也没时间去了,然后,就是你要细到一件事,细到一个点,甚至是,你就细到一个活动,既然都已经说到了例子,你就把它细化,细到一个活动,懂吗? 然后呢,好,这个,除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化,第二点,我们再反过头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细化,这边你是不是引入话题,怎么引入呢?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说的,都是说some people认为,另外一些人认为,你老用people,各位,请你以后在文章中尽量订你这个词,什么叫people啊? 全人类都能叫people,那你在讨论什么话题,你就把这个人也细化到一个小方向,如果你在讨论的是教育类的话题,你就把它细化成什么,professor,对不对? 学生,家长们,如果你再讨论这个,就是整个讨论的是一个,比方说今天我们讲的文化类的话题,你就把它细化成民众啊,就是这个普通的人啊,然后生活中的这些怎么样啊,你还可以说什么,说business man啊,对不对? 你把这个人也要细化掉,你慢慢地开始学着细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文章,就是档次慢慢就会上去,因为你写得越来越细了,并且呢,你又是有逻辑的,你懂吗? 好,这个地方例子就出来了,接着往下又一个小节,是不是跟这个写法完全一样? 你只不过上面用了,比方说你上面用了hans,那这边呢,你就用另外一个词带,therefore啊,so啊,什么的,进行一个小节 好,接下来,重点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大家都不会写的了,第四段,你一定要做一个,叫让步 有没有学过一个句子叫让步状语童句 这个让步状语童句是怎么说的啊,哪一个词开头啊? although,对不对?好,那假设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句型来开头来说这句话,为什么要用这个句型呢? 因为这个句型好改成更高级的句式 首先呢,就是说,虽然,虽然什么呀?虽然这个multicultural society有以上的好处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它还是带来了一些危害,对吧? 好,这个地方谁都会写,写到这儿还是简单的 接着往下,你要拓展一下,又有人不会拓展了 那请问你现在会这个思路了吗? 你不会拓展的时候,你永远在这边问自己一个为什么,或者给你自己举个例子 是不是就能保证你顺利地拓展开? 那好,这边我就问你,还是带来了一些危害 那接着往这边的同学,你认为这句接着往下怎么拓展呢? 你说虽然有以上的好处,但是竟然还是带来了一些危害 然后接着往下,你是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呢? 还是举个例子随你面呢? 对,都可以 对,然后就说呀,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 例子会是文化文化文化 对 现在,因为在 religion上,我们有危险的灵魂 这应该是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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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变得很严重 好,你懂了吧,其实它这个例子就是非常成功 成功的点在哪呢?其一,我说它是不是已经够细,其二,够新 就是这个例子吧,一定要新一点 然后就是,尤其是贴近你的生活的,是考文越来越喜欢的 但是如果你实在做不到,没关系,随便举个 这个反正也不是在考你的逻辑思维 你也不是在写GRE的作文不准 所以也是没问题的 你写一个,它用的就是for example 但是for example,你记得在这边已经用过了 你这边可以用for instance,但是句式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那么之后呢,如果,在之后如果还有这样的串讲的课程呢 我会帮你再从其他方面再扩充这些词汇,OK 那么今天就先把这个框架给你搭出来 然后再往下,第三句 你看到是强调的是正向观点还是反向观点 强调的是你自己的观点还是他的观点 强调的是啊 自己的观点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段比较复杂 第一个先写了个让步 用的是熬字,对吧 虽然有以上好处 但是我们不能管的 成人还有一些危害的 比方说有什么什么样的危害 但是这边呢 你还得再一次转折 转折用哪一个连接词 however可以,but可以 但是but按的这种词一般不用于开头 懂吧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选用however 然后however 虽然有以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因因耶费实 对吧 你就类似写这样一句 今天我们不讲句子 所以我就不给你再往下拓展了 那好,接着就是总结 你会发现整篇文章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 就写完了吧 五段 对吧 好,大概给你评议一下 我们把这个拉下来 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 你写文章 好,从现在开始呢 你会发现你写文章 应该是脑子里面 不管拿到题目 还是达到题目之前 你脑袋里面是有一个框架的 你现在就看着这个框架 往下面来填 请问 这篇文章分几段 第一段写几句话 最后一段几句话 其他段落几句话 好,第一句话用来写什么 背景吧 第二句话用来写你的 话题讨论 对吧 第三句话用来写你的 opinion 然后这个地方用哪个词开头 第一句话用哪一个词组 叫in conclusion 这个地方写的是 最后一句话写什么 身环 好,中间 请问这一段用来干嘛 这段用来干嘛 说你的 理由吧 这段用来 好 这一段的第一句话的开头 是哪一个句型 第三句话用哪一个句子 哪一个单词 你懂了吧 这就是我要求你达到的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你可以不用我的这个套路 你可以写成四段式 可以写成五段式 甚至你写成一段式 我都不在意 但是我要求的是 你上考场之前 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套路 而且你的套路必须要做到 刚才七分要求的所有的点 就是在前两项里面要求的所有的点 其二呢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要在于 你的句式也必须是固定的 因为你上考场的时候 你不可能在那边现想句式 那你说这个东西有点难度高了 对不对 好你说这个地方都写好弄啊 然后那一段都写however啊 那怎么能显出来你不一样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词汇和句式上面 七分也一样有一些小的要求 要求都在哪 还是给你一点点时间你来看 七分的词汇要求在哪边 这边叫Flexibility和Presition 好 这边呢 我来给你讲一下 什么叫Flexibility 什么叫Presition 好 到这儿来说吧 从这边到这儿来说 来这边这个女生 什么 我请问你一个单词叫做重要的 怎么说 significant 同桌认为还有没有其他的 重要的 important 同桌还有吗 在我这边同桌 还有什么 crucial 对吧 vital都可以 对不对 好 我就不用再用他写了吧 首先呢 你来看重要的有这样一些词 就比方说significant crucial vital important 这些词呢 它就如果你的文章中出现了两个到三个 你的文章就达到了这个要求叫Presition 就是说你的文章用词不要重复 这就叫Presition 懂吗 但是 刚刚有人说了vital吧 vital这个词有一点tricky 怎么说呢 我给你造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叫 study is vital to students for students 对吧 然后第二个单词叫 第二个句子叫 nutrition is vital to the human being 请问哪个句子是错的 为什么呢 生死攸关 生死攸关的才能用vital吧 你那个句子造出来是不是就是说孩子们不学习就去死啊 所以这个生死攸关的要命的才叫vital 所以你在拓展这些词的时候 各位请你pay attention 你一定要就是be critical 你要知道这些词的差别在哪 如果你不确定 请你不要用 ok 你准备的词一定是你会 你懂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词 这个是在词汇方面的准备 ok 然后那什么叫flexibility呢 拿importance给你举个例子啊 叫什么什么 a is important 那么做到flexibility呢 就是a is of importance 把important变成importance 就叫怎么样呢 就叫flexibility 那你说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就够了不够 七分还有别的要求 我再往下看 七分要求的是 less common lexical items 六分要求的是 要求是什么 tips 这边要求什么 vocabulary 差别在哪 七分要求你要用的是什么 importance 六分要求你用的是importance b of importance 就可以了 那么七分要求你要用的是items 好那就接着往下给你拓展一下 哪些东西叫items呢 比方说important可以说什么呢 a is important 可以改成什么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吧 这是给你拓展的第一个吧 它就叫items 对吧 然后还可以什么呢 we should give top priority to a 对不对 这也叫做你的items 这就叫less common items 当然还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再往下讲吧 时间也不允许 然后呢再往下 穿好了吧 所以呢这是关于你七分的词汇上面 所需要有的积累和一些要求 ok 然后呢关于一些错误 我们就再不说了 你应该是尽量避免错误的嘛 对吧 然后再往下说一下grammatical range and occurrences 这个里面很多人说 这是在问我的语法呢 错了 问的是grammatical的range and occurrences 你要用的准确并且要有丰富度 ok 所以你来看七分和六分 第一个差别在于七分要求的是 七分要求是什么 constructors 六分要求的只是句型 句型 什么叫句型 你写了个简单句 然后加了个and 又写了个简单句 这个叫就是符合句吧 你写了个简单句 逗号写了个which 后面又加了个句子 这个叫复杂句吧 因为有主句有从句 这叫句型 这只能达到六分 七分有哪些要求呢 他要求你有看不见了 第一个叫平行结构 你一定要有平行结构 比方说effective and efficient 这个叫平行结构 对吧 比方说什么mental and physical 这个叫平行结构 这是词与词的平行 那你还应该有句子和句子的平行 怎么样平行呢 用and but of all 三个词构成的平行结构 你要有 接着再往下 你要有虚拟啊 就是虚拟 这个就是比方说I would 怎么怎么样 对吧 这种东西叫虚拟 再往下 你要有被动 你的文章中 你要刻意去构建一些被动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强调 强调可有可无 因为你是在写task to task to呢是学术性的论文 你可以不需要强调 然后再往下 道庄你必须要有 各位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 第四段第一句话写什么吗 写什么呀 although吧 好我现在呢 再给你拓展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咱们强化班 不是只有四节课吗 这四节课刚好就对应了 我的四节课就对应了 这四个评分标准 第一节课就讲task response 第二节课呢 就给你讲这个句型 那我们就把第二节课的内容 先拉过来一点点 教你一个句型 道庄 其实也很好写 而且肯定能写到 写在哪呢 写在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教你一个方法 写道庄 嗯 虽然我很丑 可是我很能揉 造这句话 虽然我很丑 可是我很能揉 来造这句话 句子 although 说呀 别这样 不是说你 说我啊 没有丑到这个份儿 你该怎么弄就行了 然后呢 I am 好 随便 这个地方你看 虽然我很丑 道庄 只用道庄 逗号前面 后面的照抄就行了 怎么道庄呢 首先 只有两个步骤 这个句型 你就能把它变成道庄 第一 你把这句话里面的形容词给我找出来 第一句话 Bad looking 找出来以后把它放在举手 这就叫道庄 懂吗 Bad looking 然后呢 第二步 把 although 变成 as 其他的部分照抄下来 然后其他部分照抄 这句话变成了 Bad looking as I am I am gentle 你懂了吧 现在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 Bad looking 放在前面了 这就叫道庄的强调 那么很多人会说呀 他说那我的文章中 我写的这个 although 句子没有可能 没有这个 就是 没有这个Bad looking 这种形容词怎么办 好再造一个句子吧 叫虽然我很爱你 请问我很爱你 这个话怎么说啊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你看这属于是比较 英式的思维吧 很多人是这样子说 老师很爱你 I very like you 我是这样的 对吧 I very like it 应该是I like it very much 对不对 那就变成了对吗 Although I like I love you much 对吧 没有形容词的时候 你把副词提前 这句话变成了 哪个是副词啊 much吧 然后 although 还是变成as 这句话 much as I love you 对不对 后面照抄 这是一个变道庄的方法 这是一个小点 用在你的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是不是非常好啊 永远你的第四段第一句话 都可以用这个了吧 就固定下来了吧 然后好 这边 再给你说一个别的句型 也可以固定下来的 就是你的最后一句话 怎么样升华呢 只有这样做 请问只有这样做怎么说 only by doing so 然后only开头 是不是也要倒庄 所以如果你能把这两个倒庄 用在你的文章里面 是不是别的句子 你就不用倒庄了 你就不用想太多 写就行了 对不对 叫only by doing so can way 怎么怎么样 can the society 怎么怎么样 can谁谁 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结束了 所以整天按照 你会通过这些方式 来做一些小点去改装它吧 然后呢 当然还有什么分次结构 独立主格结构 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等到以后有时间 我们在这个句型的课上 再慢慢给大家分享 ok 好 接着再往下呢 你会发现句型也是有要求的 就是七分不是凭空来的 你说我上来就直接 全部都是平行结构 全部都是倒庄 什么这些都不行 你至少还带有sentences box 而且各位我强调一点 这个complex的sentences structure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至少文章中 14句话有一句是简单句子 这个简单句我推荐你放在哪呢 放在那个from the aspect of 什么什么逗号 把那句写的简单一点 这样呢 你的14句话里面有长有短 让人有呼吸感 有倒庄有简单句 然后有复杂的句型 甚至呢你可以在第二段的第三句 第二段和第三段的第二句和第三句 去造一些什么呢 分字结构啦 独立主格啦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ok 那么这四个方向就代表了你需要做的 备考的内容 ok 你首先要有一个框架 这是第一点今天的内容 第二你要有一些连接词 什么样的连接词呢 比方说准备什么 because你要知道because due to oing to since 这些词你要知道as 好那这边我再说一下 说到词汇 你要准备的词汇 请问你 because because of的差别在哪里 直接跟你讲 在写作上的差别 你不让他所词性都无所谓了 这个后面跟的是什么 词吧 这个后面跟的是一个句子吧 那我问你due to 跟哪一个 子 词 oing to 词 ok 只要是这种两个的都跟词 然后because since as 都跟句 所以呢这是第二点要求你做的准备 TR方面 就是TR task response已经准备好了 十四句话 然后第二个CC方面 coherence 你需要准备一些词保证不用错 第三个方面 你的这个 lexical resources 你在词汇上面 你要有important significant crucial的替换 还要有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give top priority to 这样子的替换 这是你第三点要准备的 第四点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把你的这些复杂的句型 准备到你的文章里面 ok that is all what you have to do 就可以了 你带着这些准备去把你的文章 腾在你考场的答题卡上就可以了 你懂吗 ok 这就是我所有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么之后有时间还会再跟大家分享 关于词汇 关于句型 关于整个的一些备考的方案 ok thanks 谢谢大家 通过一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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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的相声 谢谢大家 个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